据台湾媒体道 韩星朴友天五天内爆出四起性侵案震惊韩国 继24岁的理性女子10号向警方提出对朴友天的性侵告诉 13号被韩媒曝光 16号又有一名年月20出头的酒店妹A女 声称去年已在酒店厕所被朴友天霸王硬上宫 昨天又传出第三名C女子 第四名D女子受害女性出现 四人都是在厕所遭她强暴 让朴友天的独特癖好受到网友热议 并以她曾演过的韩剧《阁楼上的王子》 讽她其实是厕所里的王子 现任案件有罪先进展 据韩国警方透露 目前已经掌握了证据 但调查过程不便透露 称朴友天涉嫌的娱乐场所 经营者与嗨道有密切联系 有可能是车局让一人落入圈套 进而敲诈勒索对方 而这些被害者都是该店的员工 由于他们口径一致 怀疑同一组织叫唆 目前虽然第一位指控的受害者已经撤告 但朴友天的经纪公司仍然拒绝和解 坚持提起公诉 维护一人的清白